Hello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授课老师八文超 我主要讲的是广告海报设计 上一讲课我们一起学习了海报的用途以及它的一个分类 我们将通过四个方向,四个分类对海报进行一个深入了解和学习 第一个就是电影海报,第二个是文艺演出海报 第三个是学术报告类的海报 第四个就属于DIY的一个海报 那么这点课我们来学习电影海报 对电影海报的用途以及它的特点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 首先我们打开Ella Twitter 在这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电影海报它的产生的一个目的 因为电影海报呢也属于这个商业海报中的一个氛围 它产生了这个经济效益 都可以称之为归属于这个商业海报内的 范畴之内 那么电影海报呢是为了影片的宣传 发放和放映所设计一种具有 告知目的的平面广告形式 重点在这儿 具有这个告知目的的 我们都知道海报也是招贴的一种 那么招贴它同样具备 招贴的一些特性 宣传性 在国际上习惯称为电影招贴 它属于商业招贴的范畴 其实海报作为广告宣传的中间武器 早在19世纪下半夜起 它就有独特的魅力 在众多媒体中确定了其王座地位 可见电影海报它在一个电影的票房的高级中 占有了决定性的一个作用 所以以至于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它依然存在 因为电影海报它传递影片的信息简单明了 又具有这个强大的视觉冲击力 能在瞬间的吸引观众的目光 我们之前也说了 海报的其中的一个特点就是醒目大 那么它是瞬间艺术 一瞬间我看上去的时候它吸引我了 我可能会留意一下它电影上的一些信息 如果你做的 很小 那么它可能产生不了 这样的视觉上的一个影响力 你就不会去注意 它不会给你留下很深的印象 这是海报的一个特点 虽然说就是电影海报制作的手段和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因为我们也知道每一部影片它的一个海报的设计和产生 用的手法都不一样 有些呢我可能在色彩上去调整 有些呢在人物的这个构图上去进行一个调整 或者说我在这个主题上海报的这个名称上 字体设计上有一个调整不一样 因为我们都都是希望它能更好的展现出影片本身的一些特质 所以我们设计的手法也截然不同 那么最终呢都是有三个共同的一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呢就是信息的传播 信息传播呢是电影海报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 那你设计出来一张海报跟你的电影内容呢完全不相符 那么本身的电影影片中的信息你传达的不准确 表达的不清楚 那么让我们就是未观看电影的这些群众呢 这些消费者呢 对你这个电影就产生怀疑 可能我们真正做到影院观看的时候呢 突然发现你可能你的海报表达的是 一部喜剧片的一种氛围一种感觉 但是我们观看的时候呢确实发现它是 可能是恐怖片可能是这个爱情片 那味道就不一样了 带给我们消费者心里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是你对电影本身的信息传达不准确 所造成的一种不好的一个影响 所以说呢 我们在设计海报的时候呢 你要传达的信息一定要精准 电影海报呢 是针对特定的受众目标 传达所宣传影片的重要信息 这些信息一般包括了影片的一个类型 我们看到这张海报的时候知道 这肯定是一部动作片 而且是古装的一部动作片 影片的类型首先确定了是动作片 故事的内容 产生在故事是发生在哪个年代 故事的内容 人物的一些造型 剧情 可能或多或少的 在我这个电影海报里呢 都会展露出来一些 海报呢 设计上去看上去就很有这个故事感 所以它会吸引观众 创作人员 这是海报所具备的 电影海报所具备的一些内容 演员以及色彩 声音模式 出品单位等一些信息 都会在这个电影海报上呈现出来 这些信息传播的目的 则是为了 起到良好的社会宣传效果 和促进影片票房 收入的增长 电影的信息传播不像纯粹的商品传播那样 只具有鲜明个性是不行的 电影信息传播具有浓厚的文化艺术因素 因此要准确真实可信 还有一点就是健康的将影片各种信息 有效的传播给观影人 这也就是电影海报产生的说服力 吸引力以及感染力的一个基础 之前我们要讲的准确 然后真实可信 通过你这个海报就必须展现出来 不准确或物比 比不要传播就是比不传播还要糟糕 因为任何不真实的信息 对影片的宣传来讲 都是引咎止渴 从而导致整个宣传活动的一个失败 电影海报在电影走向市场化的今天 在信息传播上只能起到其应有的作用 单一的靠海报来传播信息的做法是不切实际的 这就恰恰说我们现在宣传这个一部电影的时候呢 它的手段不完全就是依靠于电影海报了 当然它也是必不可少 因为我们的一个传播媒体 媒体都在发生着变化 所以我们也要相对应的对这个电影宣传的时候呢 物料上一些的更改 而我们现在这个 微信上或者说第三方这个售票媒体上 做一些适当的调整 但是你画面的内容呢 其实也是以不变应万变 一个海报产生了以后呢 我可能会对这个构图的尺寸会进行一些去修改 但是氛围呢 主要的一个氛围 海报主要产生的一个氛围 都是不会去改变的 可能你会出一个套戏的物料 针对于你从媒介上的尺寸规格 对它进行一个更改 但是你这个模板 就是你确定版 电影海报这个确定版生产出来以后呢 你会根据它去进行一些相关的调整 第二个呢 就是刺激需求 对于我们电影观众来说 他们的需求往往都处在一个 潜在的状态之中 然后作为开发商呢 如不对观众的预求预值需求 观看需求进行刺激 那么可能就是触发不了他们的一个消费行为 从而呢 使你这个票网呢 很低迷 那你像大片上映的时候 在几周前 可能他相对应的海报啊 还有前期的一些宣传短片呢 就已经出来了 发放出来了 那么他就是着手为他这个 真正到电影上映之前呢 希望他这个有一个很好的票房收入 提前呢会做一些宣传 可能呢 他会有这种形式 你看现在像这样形式的一个 这个纸张呢 我也查了一下 叫这个瓦楞纸 也比较硬 也是比较硬 他查出了这种立体的效果 海报的一个 就是电影上面的一个宣传 或者说你巨幅的一个斩架 这些呢 这些呢都是属于 电影前期的一些宣传物料 那么他们的尺寸呢 可能要比这个电影海报呢 更巨大 也是刺激消费者 然后让消费者对这个影片呢 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 以及到后期呢 因为这个电影 产生了一些周边的一些产品 公仔 然后手办 水杯 机器啊等等这些 都是刺激二次消费 那么你对这个前期 电影信息的这些宣传 越尊重 越重视 那么可能 越能刺激你这个消费者 观影的这个消费 当然你这个肯定是成正比 不会是成反比 你越重视它呢 它给你带来的收益是 越可观 这也是我们做 电影海报也好 设计也好 平面设计也好 一个存在的意义 那么如果它真的 现在不能给你带来这个很好的一个收入的话 那么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个职业可能早已经就被淘汰了 之所以它能存活那肯定有它存活的一个原因 刺激需求 这是第二点电影海报 第三点呢 就是审美作用 优秀的电影海报在传播信息 刺激需求的同时 还能给人们带来审美的愉悦感 这是电影海报 实在主要功能 延伸出来的审美价值 除了上述的这两件 第一个就是传播信息 第二个是自己取决 第三个呢 我可能就升华了 升华到艺术 艺术上 实际上也是刺激消费 我对这个画面 对这个海报充满了兴趣 因为它能足够的吸引我 那足够吸引我的东西 肯定是美的东西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那么将你 当你把一个设计 一个平面设计 大的方向说 或者说一个海报 设计的非常具有美感 具有艺术感的时候 那么自然而然的 我对你这个电影就充满了好奇 我就想去观看 所以到这个时候 你做到这个水平的时候 你就可以对它产生这个商业价值 也就是说 换句话说 你设计的这个东西 就是很有价值 你可以为它带来一个 可观的一个收入 对它这个电影的票房 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 你设计出来的这些 海报设计 就有价值 你本身也是有价值 这个就产生了一个 两性的一个循环 电影海报作为 说服的形式 它的审美 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呢 电影海报的形式 生动活泼 往往图门并茂 一引起受众的注意 使受众感到愉悦 其次 电影海报的广告语 经艺术处理一般 严谨一鸣 一形成 老不印象 一 一与受众接受海报宣传的异象 第三呢 电影海报发挥其 说服力功能是 受众通常是自愿接受 而不是强行灌输的方式 在心理上 受这个大众的一个认同 可能你看到这部电影 说 它有一个 电影里会有这个 简单明了的一些口头语 然后 我们作为第一批观众人 可能去看了 然后 没有去看的这些 消费者呢 可能就会问你 这部电影好看吗 然后你可以用这个 电影里的这些口头语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回复 然后 可以刺激你身边的这些朋友 继续去观影 口碑也是很重要的 这是电影海报 它的一个三个特点 那么它的一个用途呢 第一个用途可能就是 为电影票房的创收 第二个目的呢 可能就是为了给我们这个消费者 带来一些美的东西 好的东西 就是它的两个特点和用途 那么这点课呢 讲到这里 就 差不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与这个疯狂原始人为例 然后它的这个海报字体的一个产生 其实也是比较简单 然后简单的 做一下 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 在这儿呢 你可以把它放大点 当然字体呢 你可以选相对粗一点的字体 这个字体实际上就比较接近 然后你可以创建轮廓 右键创建轮廓 按轮廓以后呢 取消编组 取消编组以后呢 你就可以用这个直接选择工具 对它字体呢 对它这个锚点呢 进行一个适当的调整 当然你会发现它的有 它的一个偏方部署的时候呢 有很多的地方呢 它是这个圆角 在老师上一档期的客人中 讲这个字体的时候呢 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查件 导圆角的这些工具 然后等一下呢 我们可以对它经营一个应用 这是一些应用 你可以信用的去调解它 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就是先把这个字 突略的做一下 那么后期讲到这个海报实战的时候 会大家在这个详细的去 讲解 在这里它也是变化 也是比较简单 但是效果这里有一个3D 然后你可以看到预览 那么很明显它这个是向下的 所以 调整的时候也是角度 一样式的一种感觉 这个厚度呢 所以你自己去做一个调整 觉得差不多 点这个 确定就可以了 在这儿呢 你需要对它这个扩展 扩展外观 然后再三次扩展 让它这个线呢 回归到这个字体这个本身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取消编组 分别取消编组 取消到这种程度上面的这些呢 已经可以单独的选中了 而不是说你这个立体的这个阴影最长了 你要跟它分离开 选中以后呢 你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单独的调色 这个也是很简单 前期呢 你把这个外景变化 变化好 然后你再去做 在这里直接做这个3D 就可以了 就会出现这种立体的感觉 就每款字体都很简单 像它这个上面有这个颜色呢 你可以 粘贴过来 在这里呢 就是属于一个智能对象 粘贴过来以后呢 去给它加一些特效 上面呢 加一些特效就可以 这是我们这两个要讲的一些东西 下一个呢 我们去讲一下 我们一晚会 然后以及这个体育赛事海报 它的一些特点 谢谢同学们的收听 我们下角课再见